就是他的辦公室的主任就對著我說 江東姐,我終於懂市長在說什麼 為什麼他一直告訴我們 海外有五千萬華僑 跟中華民國這個期待是緊緊相連 他說我終於懂 我在想 人生總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會覺得明知不可為而為 他的高雄市長選舉的這一場選戰 其實很多人都抱著觀望 甚至於看好戲的心情 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韓國瑜會當選 可是我覺得他也就是一個 這麼天真的一個人 他覺得我就是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認為我覺得我想做 而且我該做的事 他就去 然後告訴我 每天回來告訴我 我是五五坡 但是我心裡想 我有一天就跟他說 我覺得不錯 我嫁給你三十幾年 三十年 我覺得 你都沒有變 他開始很高興 後來又看看我說 你是在諷刺我還是在稱讚你 我說可以有人 可以三十年如一日永遠都這麼天真 還真是不容易 這就是韓國瑜 其實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人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因為簡單 所以能夠快樂 我的家庭 還有我們夫妻兩個 都是一樣 我記得前幾個禮拜 我要出訪之前 我們家老大 大家都知道 他叫韓冰 他有一天 他就看著我說 媽咪 我們應該永遠都會保存這麼單純吧 我覺得孩子 他其實自己心裡有警覺 他告訴我 媽咪 我們應該要永遠都這麼單純 我說 如果你知道這句話 你就要謹記在心 我告訴我的兒子說 兒子你有沒有受影響 你的爸爸每天這樣被黑 他就跟我說 那有什麼關係 不要看就好了 然後他接著跟我說 那時候還剩四十幾天 他就說 沒關係啊 反正剩四十幾天 投完票就沒事了 算不錯 亂觀 所以我覺得 我的孩子就是 想法都非常的單純 他們也不會想 爸爸選這個局 到底想要得到些什麼 他們總覺得 這就是一份 這一次 就是一件要做的事情 把它到的時間 做完了 就結束了 所以 我有時候會心疼孩子 忽然間 整個家庭的變化這麼大 但是我覺得 我也很開心 我的孩子可以 永遠 都希望我們家的人 都會互相提醒 就是應該要永遠這麼單純 就都有你們的家 我們都在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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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感謝 真的要再一次來謝謝我們 所有的華僑 以及我們所有走過這麼多國家的台商 所有的華僑 因為有你們 因為有你們 所以我們的國家國力能夠再延伸 因為有你們 所以我們國家有很多藏在世界各地大家看不到的實力 東南亞 東南亞 過去我們覺得 他是一個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 但是 在這幾年 東南亞每一個國家經濟成長都是6%6%的成長 台商告訴我 嘉文姐 我們台灣土地很小 我們要把這裡當腹地 其實我看看我們那些偉大的台商 我說你們還做了一個國家很大的貢獻 那就是我們所有東南亞幾乎所有的國家 我們都有親家在那邊 因為所有的很多我們的二代 甚至於很多的新移民都嫁到台灣來 各位想想看 有什麼國家可以像台灣一樣 到處有這麼多親家 我們華人就是這樣 只要是親家 那個力量就是不得了 所以我在想 台灣只有我們要團結我們台灣國內所有的人 今天不是什麼政黨的問題 今天是國家發展的問題 今天是民眾如何有更幸福的日子的問題 今天是未來我們的下一代 如何能夠有更輝煌的前途 我覺得我們要團結所有人的力量 讓我們國家 國力越來越興奮 好 咱們有更為外交 都 等